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白色轎車速度非常快 路口處直接向左轉和直行的雙載機車發生碰撞 車上兩人瞬間噴飛倒地 事發地點就在桃園南平路和中正路口22號凌晨3點多 一年22歲零星駕駛往火車站方向行駛 不慎撞上許姓騎士和黃心男子 導致兩人全身多處擦措傷 其中黃心男子傷勢也比較嚴重 包含頭部以及左腿骨折 當時熱心民眾金貴特別上前幫忙 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大家不斷在旁邊喊話 終於等到救護車來 警方對駕水進行酒測 確定沒有喝酒的問題 相關趙澤仍在釐清中 以上為了找消息